画布和笔刷取代了过去堆积在这里的汽车零组件 这栋宽敞的建筑在20世纪初期是贝克电动汽车公司的所在地 这间汽车公司1914年关闭 之后美国赫卡公司在这里经营了将近70年 现在这里是克里夫兰最大的艺术殿堂 工业设计 淘气陶瓷 绘画和相片 雕塑 腊染化 这里有40多个工作室和工作方 艺术家山姆弗朗克西欧30多年来一直从事工业网板印刷 现在他退休了 终于可以将全部时间投入于此生热忱所在 那就是绘画 同恩特克勒在这里制作蜡染化 这项绘画技术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纪 蜡染化使用加热的风蜡混合颜料 再将涂料涂上画布 使用各种刷子和刀具来成心 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三 是78阶工作室的开放日 数十位艺术家举办工作坊 让所有想尝试创新手法 甚至显为人知的艺术类型的游客共襄盛举 78阶工作室不只是艺术家的窝 同时也受到许多音乐家的垂青 这里的场景曾经出现在小野猫 蟑螂老爹 君捕令和唱团等乐队的音乐录影带当中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走进美国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